整個房價就開始隨之擋半天了 所以很多人他們不知道他們家是住在本墓上面 其實都是我爸爸那個時候的 但是後來就不是升學率很高 是打價率特高 你要他把房子給你 還要再貼你幾百萬 上千萬 整個新店最早期發展的精華區域 就在落在這個北新路 中正路跟這個建國路 明泉路這幾道路 那北新路上有兩 有捷運站 主要的新店的縣的捷運站都在北新路上 生活圈主要有三個市場 一個是大豐市場 就是在北新路上 它是早上的市場 然後一個是建國市場 建國市場規模比較大 算是後來才出來的 但是也蠻久了 大概差不多四十幾年 五十年了 然後大豐市場存在很久 我沒出生前就有這樣 也應該有好幾十年 六七十年以上 這個訪問市場也是大概 存在四十幾年了吧 在我很小的時候它就有了 這些市場就是 在整個生活圈裡面 在新店 最繁華熱鬧 也是算人口聚集密度最高的地方 就在這邊 因為整個大新店 就是以這個區域的生活圈最完整的 你看這邊就有加勒浦 然後上北二高在這裡 北二高交流道在這裡 然後這加勒浦 以前這邊這一片土地 其實都是我爸爸那個時候的 但是後來就 嗯 對 就沒有了 這個很簡單 對 從剛剛我們市場開來 到這邊都是我家的 那個年代故事說不完 再過來這邊就是墳墓 以前是墳墓 這邊是我 我姑丈 我姑姑他們家的 姑丈他們以前都是在墳墓下 有一小塊農地這樣 這墳墓其實產權也是他們家的 後來這墳墓產掉之後 就蓋了這些大樓 所以很多人他們不知道 他們家是住在墳墓上面 這一片大概有 屋齡大概差不多 也是二十年左右的屋齡 這些屋齡都大概三十年了 都大概有三十年的屋齡 前面這棟嗎 對 有三十年的屋齡 所以這邊應該 都算舊宅區 舊的電梯大樓 但是是新店最早期蓋的一批電梯大樓 這個就是新店施工所附近 前面就是我以前國中 我念的國中 叫武峰國中 很有名的一些學校 不是升學率很高 是打價率特高 每次到畢業典禮 老師跟 訓導主任都要躲起來 那這邊是施工所捷運站 出來這些都是一坪 大概八 八十幾萬一坪 我如果沒記錯是八十幾萬 這裡的 這裡的房子都是八十幾萬 這邊 是一個白天的市場 叫惠國市場 這個是 另外一區 新店就是我剛講比較邊緣 精華區的邊緣這邊 所以其實你說 邊緣的房價都八九十萬 我說對 其實整個新店的核心區域都在這一帶 就是圍繞在市工所大平臨捷運站 七張站 那為什麼不都根呢 一樣就是牽涉到 馬路不夠寬 然後呢 它本身的 地木的分類 它不能夠 蓋得很高 所以基本上來講 榮基獎勵就沒辦法 讓它有比較高的這個榮基獎勵的比例 就是最近大家都看新聞都有在提到嘛 什麼獎勵榮基 獎勵榮區 它有不同的區 那個區域 他們原本的房子使用瓶數 如果你換了榮基獎勵 你瓶數變小了之後 他們也不願意配合杜根 所以其實在台灣要做杜根 沒這麼簡單 不容易啦 很多人不願意杜根 是因為你還要貼這個建商差價的部分 有些人明明 他可能就是守著這個老房子 也沒有多餘的存款 你要他把房子給你 還要再貼你幾百萬 上千萬 有些人不願意杜根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其實有很多很多 原因跟因素存在啦 所以新店的 老宅比例算高嗎 非常高 非常高 對 新的房子 目前聚集最多 就在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央北特區 央北特區就是以前 中央新村 他早期是有兩個區域 組成的 一個是國大代表住的房子 每一間都是 算是小型的 獨立透天別墅這樣 然後另外一區在國大代表附近 離他大概幾百公尺處 就是眷村 陸軍眷村 然後陸軍眷村 就是屬於那種矮房子平房 然後就是很破舊的地方 所以 央北區主要是涵蓋陸軍眷村 跟一些 空置的那個土地 以前那些空置土地 都是政府的財產 所以他把它飆售出去之後 就形成了現在的央北特區 那邊現在房價很貴 大概快九十萬一坪 已經超車 超車這個市中心這邊 因為那邊現在蓋了很多很多洞 大概二十幾個建案 二十幾棟這樣 密集度超級高的 整個新店所有的新房子全部都聚集在那邊 整個新北市來講 房價新店可以算數一數二 第一櫃應該是板橋啦 因為板橋有五鐵共構嘛 新北市政府也有在板橋嘛 所以 基本上板橋算是房價最高的 然後在新店應該是排第二 那你以生活技能來講 新店的生活技能其實比板橋好 我自己是新店的 我自己 全台灣的工地這樣跑來跑去 其實以新店來講 它有三條通往台北的主要道路 東正路 東新路跟這個環河路 這邊就央北特區 你看從這邊開始 十四張路 中央路 這一整個圍繞的就是央北特區 現在新的建案 據上次新聞報 八九十萬一瓶 上次大概五月份有報新聞說 這邊的案子一推出馬上賣光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來央北 我這邊有客戶 他買在央北的房子 要我來幫他設計規劃 順便帶大家來看一下新店 我從小生長大 到我三十五歲離開新店之前 我都在這邊長大 這邊是更改不同世界 對 你看 這麼多新建案 看到沒有 看到了吧 你拿中立來比喻 我覺得這邊就像中立的 都是新大樓這樣 當然也混雜了一些舊公寓 這邊以前都是一些雜草 然後再加上一些眷村 後來整個眷村遷移之後 這邊就變成這個重劃區 然後整個房價就開始隨之 漲半天了 從最早期的大概四十幾萬 到現在已經快九十萬一瓶了 所以最早期多久 大概也不過才六年前 六年前四十幾萬 到現在的九十萬一瓶了 所以很多 不是新店的人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邊房價這麼貴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這邊連外道路 如果你是開車的 你要到台北市走環快 到台北市五分鐘之內就到 五分鐘 五分鐘可以上台北市 而且不塞車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邊有捷運站 但是這個捷運站 算是輕軌 它不是主線 它是要接到新店線 再從新店的總站那邊 坐到台北車站 到台北站那邊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分線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原因 有一些舊的一些生活經驗市場 還有醫院 還有這個 一些餐飲的店 都在這附近 央北區的整個生活圈行程之後 住進來越來越多 大概都會用 從那個環和快速道路 上下班 回到這個生活圈這邊 買在這邊房子 都不是新店在地人 這個買在這邊 都是從其他縣市過來的